我們今天要上第三課 第三課這個 第三課主要我們今天要學的是讀檔 就是我們在今天上課以前 我們學到的東西都是 就是我們已經會用回圈了 然後會做一些基本的向量操作 可是現在我們的程式語言 還局限在一個很 就是很受限的世界裡 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沒有辦法進沒有辦法出 事實上我們應該 我們的程式語言如果要可以用的話 我們應該要可以跟我們其他的Walk做連結 然後可以把檔案讀進來 再把檔案寫出去 那這樣子才可以融入我的工作 不然它只是一個 假如我要按計算機的時候 特別去用它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要 學會這個檔案讀取寫出 還有一些基本操作 那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現在檔案 一般來講大家檔案這個 儲存的格式都是用Excel 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講說讀什麼PDF 讀我的這種這麼困難的東西 就是一般來講我要做這個 假如我要做數據分析的時候 一般來講是用Excel來儲存 就是來做這個 就是原始資料的收集 好所以我們就 以Excel為目標這樣子 那首先齁 在開始這個 就是在開始讀寫檔案之前 你要知道 我們以前都只學過向量 向量的格式 是不是就是 是一維的 一維的數值 或一維的這個 文字或之類的 那基本上啊 我們Excel通常是一個二維的資料結構吧 對不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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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raw有column這樣子 這是我們在Excel上面比較習慣的格式 所以說在 呃 就是在 開始讀寫檔案之前 我們首先要介紹在R裡面的二維結構 就是正列層這一個 這一個層這樣子 那 這個 呃 我們在第一節課的時候有講到 這個 R原裡面有這個 變數層 正列層跟列表層 那 變數層已經很熟悉了 現在就要開始講正列層這樣子 正列層主要是矩陣跟資料表 那 矩陣的要求啊 就是 每個元素都單一種類 什麼意思呢 就是像項量一樣 項量我們絕對不可能在同個項量裡面 同時有 邏輯值跟這個文字嘛 對不對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 邏輯值就會被強迫轉成文字 或者是 整數跟數值放在一起的話 這個 整數就會被強迫轉成數值 反正整數可以被表達成 1.000 類似這種方式 好 所以說 這個 矩陣的要求跟 那個 矩陣跟項量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唯一的不一樣就是 它變成二維結構了 這樣子 那這個 資料表的話 就比較有彈性了 資料表的話 呃 等一下我們再來介紹這個 特殊的格式 它可以允許每一個column有不同的屬性 所以Excel的檔案讀進來的時候 通常 這是一個資料表格式 資料表的話 每一個 每一個欄位可以有不同的屬性 等一下我們會做示範 我們首先介紹 矩陣這個物件 那 x1等於1到20 我們把它貼上來 x1等於1到20 現在的x1是一個 數值向量 它是一個整數向量 它是一個整數向量 那我直接把它變成矩陣 我要怎麼變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行 m1等於matrix x1 x1 這個 matrix是我們新教的一個函數 就是要產生一個新的矩陣的話 就用matrix這個函數 matrix這個函數之後 小括號 小括號裡面放 函數需要輸入的參數 對不對 這個我們已經一直講過 在r裡面的函數的表達形式 那 第一個 我們要輸入的參數 就是我們要放入的向量 我們要放入的向量 是x1 那x1的長度是20 對不對 20可以產生出什麼樣的矩陣 可以1x20 也可以4x5 5x4 20x1 對吧 所以我們必須要指定 我們的number of row 跟number of column 好 當然 如果你只打number of row 不打number of column 它一樣 也會出現 同樣就是5這個數字 因為反正 不需要這個次打 當然我們兩個都可以打 好 我們兩個都可以打的話 我們期待看到m1長什麼樣子 可以看一下 現在m1是一個4x5的矩陣 這個4x5的矩陣 它填入這個x1的順序是這樣 先填 先把第一個colon填滿 再填第二個colon 再填第三個colon 一直推繼續下去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m1矩陣 這樣可以吧 我們現在問它 這個m1的class 它就會回答你matrix 好 matrix裡面是不分 是integral matrix 還是 那個就是numeric matrix 還是logic matrix 這個不管 它都叫matrix 不過它裡面是有 就是它裡面是可以 就是 是有變化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因子物件 現在這個x2 是一個因子向量 是一個因子向量 對吧 我們現在問它class x2 好我們把因子向量 轉成 矩陣 我們來看看它會變成什麼東西 好這個一樣嘛 我把matrix這個函數 我把這個x2輸入進去 number of raw等於3 number of current等於3 我把它輸入進去之後 按enter 你可以發現它變成了文字 對吧 文字格式旁邊會有引號 所以 那個矩陣裡面是沒有因子這個屬性的 反正它會從數值 整數 然後邏輯值這些地方 它會去調整 那 只有這幾小數的矩陣種類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 你問它的class 那一樣只會回答你matrix m1跟m2在問它class的時候 是完全感覺不出 它們兩者 兩者差別的 這就是矩陣這個格式 好了解矩陣這個格式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矩陣這個 矩陣這個東西 能夠拿來做什麼應用 好了 第一個就是矩陣 有一個 矩陣剛剛我們已經講過 它的填入的方式是 先填colon 再填raw 對吧 先填 就是先把第一個colon填滿 再填第二個colon 依此類推下去 那如果我希望它填的順序 先填完第一個raw 再填完第二個raw 再填完第三個raw 再填完第四個raw 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答案當然是可以啦 好不好 舉例來說我m1這裡 m1這裡 所以這邊我給它多下一個參數 就是byraw 等於 等於true嗎 我看一下 這樣就是先填完第一個raw 再填完第二個 再填完第三個 以此類推 可是啊 我這邊多寄一個參數這樣很麻煩啊 我現在還沒有教你們怎麼去找這個函數 有什麼參數哦 所以說我們其實有另外一種方式 也就是用轉字 轉字就是 我可以把這個矩陣 從這個 以這個 就是把它直接用45度角鏡像轉過來 舉例來說 我的m1 我可以用t m1 t就是一個函數 這個轉字 你可以發現它被轉成了 這個也格式了 好那它是不是又是先填raw 先填raw 先填column 第一個column 第二個column 第三個column 第四個column 這樣可以吧 那當然啦 你會說這個形狀 我們如果說 舉例來說 這個樣子 我們要把它轉成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不要下這個參數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m1等於 我們這邊不要下 把他的column 跟他的raw的數目先對調 然後接著我們再取t 好你會發現 是不是 這個矩陣 跟這個矩陣長一模一樣 可以吧 可以接受我剛剛的講法嗎 所以 擺raw這個參數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 我只要會t這個 我只要會t這個 函數就可以了 轉字矩陣 經常會用到 畢竟在數學運算的時候 這個就是 常會需要這個東西 好 接著 solve這個函數 solve這個函數 比較特別 solve這個函數 欸我先把x x矩陣先弄出來好了 好 這是x矩陣 注意x矩陣是一個方陣喔 方陣有方陣的特點 solve這個函數 是求 方陣的 反 反矩陣 注意只有方陣才有反矩陣喔 這件事情 就是我不知道高中數學有沒有教 只有方陣才有反矩陣 反矩陣不是轉字矩陣喔 反矩陣的定義是 反矩陣乘上自己本矩陣 等於單位矩陣 這樣可以嗎 反矩陣跟轉字矩陣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他們的符號 在數學上表達符號也不一樣 反矩陣在數學上表達符號是 矩陣的右上角有個-1 轉字矩陣是矩陣的右上角有個-t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好 那 現在矩陣 我們學會了轉字矩陣 也學會了反矩陣之後 我們要再學一個東西叫 矩陣的乘法 矩陣的乘法 需要用到 %x% 這個 這個函數 那我們來試一下 y矩陣 y矩陣 長乘2345 x矩陣 長乘1234 我們來試試看 x矩陣 %x% y矩陣 它會產生什麼呢 我們來看 11 這個數字怎麼產生了 1 13 x矩陣用13用弱 然後y矩陣用Col 23 1乘2 加上3乘3 等於11 所以這個呢 就是x用這個弱 x用弱 然後y一樣用D x用23 24 y是用2 23 所以2乘2 4 3乘4 16 啊加起來16 這樣可以吧 好可以接受嗎 那既然你知道矩陣的乘法是怎麼成了以後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啊 這個高中應該有教到 就是矩陣的乘法是怎麼做的 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說了 Solve x 這個矩陣 和 自己的矩陣相成 應該要變成單位矩陣對不對 這是可以預期的 我們按Enter 大家看到了嗎 出現了單位矩陣 好 所以這個就是矩陣的乘法 好 可是我們平常用乘法的時候是什麼 是不是用乘號就好了 我們現在用矩陣的乘法 呃 矩陣的乘法 嗯 好像我們比較少用 有時候其實 我們x跟y 有時候我們想要的是按元素相乘 什麼叫按元素相乘呢 我們現在不打% 乘以% 我們直接打乘法的話 你會看到這樣的結果 2,6,10,20 這是什麼 1乘以2 2乘以3 3乘以4 4乘以5 這樣可以接受嗎 按元素相乘 這個並不是數學的正規操作 但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用到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這樣子 如果你用按元素相乘的時候 數學家會覺得說 那你為什麼要表達成矩陣格式呢 事實上不太有必要 那就只是形狀而已 好 所以這個是按元素相乘 這樣懂嗎 按元素相乘 在數學上的符號 通常是 這個就是 呃 有一個圈圈 然後中間畫一個叉叉這樣子 這個就是按元素相乘 那按元素減法 就是一個圈圈中間一個減號這樣子 那個 那個符號很難打出來 這樣懂 那是有一些工業數學什麼的 才會用到 好 不過我們寫程式 我們其實並不用管符號啦 我們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做對了 好 我們繼續 好 接著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教過 Lens這個函數 它可以讓我們知道 這個物件的總長有多少 同樣的在矩陣裡面 我們一樣可以用Lens Lens Lens M1 它會回到20 好 為什麼 因為它總長為20嘛 它是一個4乘5的矩陣 我們有辦法知道 我們再看一次M1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有感覺 好 M1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有辦法知道M1的 Raw是多少 M1的Raw是多少 可以 用Num of nRaw M1 M1 它就會告訴我5 M1 M1 它就會告訴我4 好 這個是我們需要知道 一個矩陣的基本屬性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 Nraw 跟Num 這樣知道吧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Nraw 跟Num 這個要注意到喔 因為我們讀檔讀進來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並不知道那個檔案 它的形狀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會用到這兩個函數了 好 接著 我們要交到 我們前兩節課交到項量裡面 需要用回圈的時候 我們不斷的在做什麼事 就是用索引函數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矩陣的索引函數是怎麼用的 矩陣的索引函數啊 是用這個方式來叫出來的 我們先一樣產生一個M1矩陣 這個M1矩陣現在是一個4乘5的矩陣 然後我們來看看索引函數 索引函數 注意我們用逗點隔開 逗點為什麼要用逗點呢 因為我們的矩陣是二維的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逗點隔開 像第一個就是第三個Raw 第四個Column 第三個Raw 第四個Column 所以第一個出來應該是15這個數字對吧 然後同理 第二個Raw 第五個Column 第四個Raw 第一個Column 你下一個Enter之後 它就會 描出正確的位置了 還記不記得 我們如果要叫出 如果我們現在 這個x等於 我們現在x這個x1 這個東西是不是1到20 我們如果要叫出x1裡面的第三個數 是不是這樣叫 如果我們要同時叫出 x1裡面的第三個數跟第五個數 我可以這樣打嗎 不行對不對 我要怎麼樣 同時叫出x1裡面的第三個數跟第五個數 看有沒有印象 好 我們現在用C這個函數 把它合起來對不對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一次叫出 第三個數跟第五個數 要記住這件事喔 在矩陣裡面也一樣喔 為什麼 因為當你不打C的時候 它以為 你是在用矩陣的所影函數 但是它是一個向量 它會告訴你錯誤 所以當矩陣一次要叫出多個東西的時候 一樣也要用C這個函數 把它 把它誇好起來 好 一樣 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在矩陣裡面 因為它現在 我們如果要叫出 我們如果用3豆點 然後後面我們不指定colon 它會叫出什麼呢 它會叫出第三個raw 我們如果豆點1 它會叫出第一個colon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看到了嗎 它把第三個raw叫出來了 它把第一個colon叫出來了 同理 所以如果我們 豆點 然後C 25 這樣會把什麼東西叫出來 第二個colon 跟第五colon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5-2 好可以喔 它就會第五個colon放前面 第二個colon放後面 可不可以55 可以喔 好不好 這個是 就是 矩陣 矩陣就是可以這樣用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矩陣的所影函數懂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來看 下一步是 我現在啊 這個矩陣 我們很特別的是 我們可以給它名字 我們可以給它raw names跟colon names raw names raw names這個函數 可以告訴矩陣說 現在我這個m1 總共有4個raw 5個colon 我要給它raw names的名字 等於什麼呢 等於C 這是一個文字向量對不對 四個 總共有四個元素的文字向量 這是一個表達格式 把它傳給 M1的raw names 我們現在看到 M1 本來是長成這樣子 當我們打下 我們不要重新產生一個M1 當我們產生raw names M1等於這個之後 這一些文字就會回傳給M1的raw names 你再看一次M1 注意 本來 它是沒有名字的 現在 它的raw names 有名字了 它的raw有名字 這樣可以吧 我們繼續 同樣的 我們也可以給 colon names 等於大寫ABCDE 這是一個文字向量 回傳給M1的colon names 我們再看一次M1長什麼樣子 看到了嗎 這些名字通通都被去掉 這些 它全部賦予了這些colon名字 大寫ABCDE 這樣可以喔 好 有了名字之後的 矩陣 我們可以利用名字來當所影函數 把它給叫出來 這件事非常的重要喔 之後我們在 讀取資料表的時候 因為它有的就是名字 你通常不會想要關心 它是第幾個colon 它有的是名字 我們可以用名字來當所影函數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叫出 小C大A 那它會叫出哪個數字 3對吧 好 同理 3 大1 大11 那我們就會叫大1這個colon 大11這個colon 這樣可以吧 好 OK 那我們繼續 注意 注意件事 所影函數 可以結合 就是colon 這個函數 可以結合所影函數 假如說 我指定它 colon M1的colon name裡面的第三個colon name 我要把它取代成ZZ 它本來是C對吧 我把它取代成ZZ之後 你看到 第三個colon就被我換名字了 被取代成ZZ 這樣可以吧 所以注意喔 等於這個符號就是 右邊傳給左邊 左邊你要寫成什麼樣子 其實都可以 你只要有指定正確的位置 那右邊傳給左邊它就會傳過去囉 好 接著 矩陣 我們已經介紹完了 現在我們要開始介紹 DataFrame這個物件 現在我 基本上我現在在講的東西就是 呃 等一下我們做練習題的時候 一邊做大家可以一邊熟悉 因為現在就是我講過嘛 對不對 你不會有感動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矩陣 這個資料表 我們這樣來看一下 M1 現在是一個 我們先看M1 我們先不貼下面 現在M1 是一個 還沒有colon name 也沒有roll name的一個 標準的矩陣 剛剛最開始的這個 我們現在給它 強迫把它丟進 data.frame 這個函數裡面去 並且產生D1這個物件 我們來看一下 D1長成什麼樣子 看起來沒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在哪裡 似乎 DataFrame 是必須要有colon name 也必須要有roll name的 它不能允許自己沒有colon name 跟不能允許自己沒有roll name 所以當你給它一個 沒有colon name 跟沒有roll name的矩陣的時候 它就會認為 它就會自動代入colon name x1到xn 看你有幾個colon 那roll name 它就直接給數值了 這樣可以吧 同樣的 你可以先指定 先指定這個M1 把M1 轉換成 是有roll name 跟有colon name的 看一下 你的M1 現在是有roll name 跟有colon name 喔 這個時候 你再把M1 轉成DataFrame 並且轉成D2 你會看到 現在D2 就繼承了 Matrix的 colon name 跟roll name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邏輯 大家懂吧 當有的時候 它就直接繼承 沒有的時候 它就自己產生 roll name就是數值 這個colon name就是 這個x1到xn 我們可不可以 D1現在是 已經有預設的 colon name跟roll name 我們可不可以 直接在D1 做colon name的操作 同樣可以 我們可以把D1 這個DataFrame 直接把 colon name 取代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懂嗎 所以說 這個 就是DataFrame 跟Matrix的操作 是非常非常像的 好 我們現在唯一要 不一樣的地方是 DataFrame 我們可以允許 不同的物件屬性 在同一個DataFrame 這是我們剛剛 最開始的時候 不斷地強調 DataFrame跟Matrix的差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先產生一個 邏輯向量 這是A 邏輯向量是A 這樣可以 這是一個邏輯向量 接著我們產生個B 這是一個 數值向量 可以接受吧 接著我們再產生一個C 這是一個 我們把它 這原來是一個文字向量 我們把它轉成因子向量 這是一個因子向量 接著 我們可以用DataFrame 這個函數 把 A、B、C 三個向量 合在一起 注意A、B、C 一定要等長喔 不等長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形成一個二維結構的 這樣可以吧 A、B、C 合成一個新的DataFrame 叫Data 這個時候你看Data 現在你還看不出什麼 我class Data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 這是一個DataFrame 可是當我 class Data裡面 第一個column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我 這是Logic 第二個column Numeric 第三個column Factor 完全繼承了原始物件的屬性 這樣可以接受 這邊 可以了解吧 DataFrame的 好處就在 我 可以把它整合成同一個 二維結構 但是啊 我用所影函數把它叫出來的時候 它又會繼承本來的 屬性 我可不可以直接 在這裡 把 轉來說 Data 第三個 現在本來是一個Factor 我令它 X 就是把它轉 轉成文字 可不可以 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轉成文字 取代回 第三個column 對吧 按下Enter之後 我們現在再來看Data3 它就變成文字了 我們再來看一次 DataFrame 有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什麼變化 對不對 可是你問它 class Data 3 它就會告訴你這是文字 這樣可以吧 OK 我們繼續 好 資料表 除了用 標準的所影函數 我們剛剛用 我們剛剛可以用文字嘛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 用小C 它同樣也可以叫出 所影函數 這樣可以吧 你用名字一樣可以叫出來啊 好 可是 資料表還有另外一個 所影函數的用法 就是前字號 這個東西 其實我不教也無所謂 只是你有時候看別人的語法 會看到前字號 你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前字號 就是 把 這是資料表獨有的格式喔 你用 你用Matrix是沒有辦法用前字號的 前字號 B 那就是把B這個column 給叫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 把B這個column 給叫出來 同樣的我可以把C這個column 給叫出來 前字號就是這樣用 但是前字號是一個 前字號是 很多人會用它 但是我並不喜歡 我們自己在用的時候 其實盡量避免前字號這個東西 因為前字號我沒有辦法用回圈 我這個東西 前字號ABCD 這裡是沒有辦法跟著I跑的啊 因為打I它就指定了嘛 對不對 可是數值 假如你用所影函數 你這裡打I I是可以跟著數字跑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並不喜歡用前字號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們 以後你們在抄別人程式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用前字號 所以你們要知道前字號 一樣也是叫所影函數的一種方式 這樣可以吧 好 前字號有個特點 就是 我可以利用 應該說DataFrame有個特點 我可以利用前字號 假如前字號D 現在沒有D這個函數 D這個Column對不對 我可以用前字號D 然後去強迫 它等於15 8912 我們再看一次Data 它就被我們強迫加上一個Column 這樣可以吧 但是這個 同樣這並不是前字號獨有的功能 我一樣可以用 覺得它產生1 等於C 覺得它說5 8 9 8 7 類似這個方式 我們一樣 可以產生一個 新的Column 這樣可以吧 所以前字號其實就是 你們就只是要知道它是什麼就好了 原則上我並不喜歡使用它 不喜歡使用的原因是因為 它沒有辦法跟回圈很好的做結合 好那接著 學習矩陣跟DataFrame的時候 我們還要學到另外兩個重要函數 叫r-bind跟c-bind r-bind的意思 就是我有點像Excel的表 我們上下把它貼起來 就直接上下貼這樣子 c-bind是直接左右貼 我們來示範一下 現在有x跟y 兩個matrix x這個矩陣 y這個矩陣 我們想要把它上下貼起來 我們可以利用r-bind這個函數 把x跟y 把它這樣子 上下貼起來 這樣可以 這是直接貼喔 完全沒有任何邏輯 如果我們要左右貼呢 我們用c-bind r這個意思就是raw 用raw來bind c這個意思就是column 用c來bind 用column來bind 所以 這個函數並不是太難記 r-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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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n-bind 簡稱就是r-bind c-bind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這邊 做一個小小的提問 現在有x跟y 兩個向量 我要把x跟y兩個向量整合起來 因為我們剛剛r-bind的跟c-bind的整合矩陣嘛 對不對 我現在要整合向量 請問一下我要用什麼函數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人 都沒有人 想起來要怎麼整合向量 我有教過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c這個向量 c這個函數 x跟y c這個函數不是可以把 向量整合起來嗎 記住 在上次上課的時候 在第一節課上課的時候 我是故意用c這個函數整合 不同屬性的向量 對不對 然後他會被強迫改屬性 對吧 c這個函數 可以拿來整合向量啊 好不好 不要忘記 學過的東西不要忘記 其實基本上 我每一次上課 教到這裡的時候 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反應都會忘記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只是 就是在一次的強調 就告訴你們說 其實我們學的函數非常少 我們到目前為止 學沒有幾個函數吧 對不對 非常非常少 欸你不要笑啊 20個以內 絕對20個以內 因為我有算過 你們現在大概學 你們現在 包括rby的cby的matrix data frame這樣加起來 你們現在還沒有學 超過15個函數 而且之後 我幾乎不會教新的函數 我在 你們的課程 大概是前六節課 幾乎總共 就這20個函數完而已 而這20個函數可以做出任何 幾乎 什麼都可以做 這樣可以了解嗎 我現在沒有精確的去數啦 因為有一些函數常用 有一些函數不常用 這樣子 ok 好 我們現在 要做練習題了 練習題 是 我現在 希望你可以製作出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 這個 呃 我希望你可以做出九有懲罰表 這個就是九有懲罰表 對不對 那 給你們一些提示好了 最開始的時候 我要填入九有懲罰表 顯然我就是 我可以用迴圈去填 對不對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可以先產生一個 M1 等於Matrix 然後0 Nraw 等於9 Ncolum 等於9 注意喔 我這邊如果填0 我這邊如果填一個數字 對不對 然後我這樣子按M1之後 我就有東西可以填了 接著我可以利用所有函數 逗點 這裡舉來說這裡放I這裡放J 然後等於什麼東西 類似這個方式 你可以去把 九有懲罰表給填滿 我覺得我給的提示已經夠多了 應該不太可能 你們應該可以用雙層回圈 做出九有懲罰表 好 另外 但是 當你用雙層回圈把九有懲罰表做完之後 我想要給的問題是說 你是否能夠不依靠回圈 就做出九九乘八表 好 所以 練習題開始做 那我們先簡單熟悉一下 接著就可以做練習題了 好 開始 好 我們先給一些提示好不好 我知道已經有人完全做出來 還不只用一種方法做出來 好不好 那個我們先給 還不太會的同學一點提示 不然的話 那個直接公佈答案就是 這樣學不太到東西 好 那個首先我們先產生一個M1 這個 這個 這個矩陣對不對 我已經提示你們開始是什麼囉 開始是長這樣對不對 好 下一步是 呃 我們要寫回圈的時候 我 我教過大家怎麼寫 就是 我們回圈就是要利用所影函數 這個可以理解吧 我在寫回圈的時候 我就大量利用所影函數 對不對 所以我先不要寫回圈嘛 因為回圈我們不熟悉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先寫 如果我要算出這個數是多少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寫 這個數是不是1乘1 可以接受嗎 那我是不是可以寫這樣 M1 他的 第一個raw 第一個column 是不是等於1乘1 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可以嗎 還沒有進入回圈狀況的同學 看一下我這麼寫 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我要做什麼 第二個raw 第一個column 第二個raw 第二個column 是不是 2乘1 可以接受嗎 那接下來 接下來怎麼寫 第三個raw 第一個column 是不是這樣寫下來 好 因此類推這樣下去 我們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這樣點點點 過一陣子之後我是不是要做 第一個raw 第二個column 是不是這樣 可以接受嗎 依此類推繼續下去 好 那這樣子 這樣子 我不可能這樣子一直打打81個數字啊 對不對 很智障嘛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有提示說 那我現在需要把一些共同 會動的東西拉出來 就要i i等於1 然後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改i 好那在這裡就是i等於2嘛 對不對 i等於3 我這樣執行 你看M1是不是前三個數字 就被我填上去了 1 2 3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改 來改這個 來改這個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i等於 我這裡就 我這裡就不用寫了 下面就不用了嘛 這一行是要持續執行的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東西是不是也會動 這個東西是不是也會動 這個東西也會動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再拉一個參數出來 J等於1 J J 這樣是不是下面也都不用了 好 好所以我們 還不會寫回圈的同學 我們從這裡繼續開始 我們從這裡繼續開始 把它弄成回圈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繼續 好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改成這個 好首先啊 我們現在寫雙回圈 這個是一個 我們不會寫 可是我們可以做這件事吧 大家注意一下 我現在M1 我現在直接複製貼上 按照我現在的邏輯 我直接 RUN 現在M1 是不是只有填第一個數字 對吧 那我 首先我J 我J放在下面嘛 所以我希望我的J 從1做到9 對吧 所以我可以這邊寫 4 J 1到9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辦法像要打的那麼熟練 那可能只是因為你不清楚回圈的格式 這個多打或者是 唉唷天啊 這個在幹嘛 我幹嘛 好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I等於1 然後我J從1做到9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現在按RUN 你會看到我的M1 是不是第一個RAW都被填滿了 為什麼 因為我I等於1 然後J從1做到9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現在這樣子 我是不是可以 複製這一大串 I等於2 我再做一次 然後我再看一次M1 是不是第一個RAW跟第二個RAW都填滿了 可以嗎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這邊是需要重複的 然後我I要從1做到9 對嗎 所以我可以把這邊刪掉 4 I 1到9 大括號 然後把 回圈 這整串把它貼過來 回圈裡面也可以包回圈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在按RUN 你就可以發現 我的M1 就是一個九有乘法表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雙回圈 雙乘回圈 好 那 剛剛其實還有兩種方法 可以做出這個九有乘法表 怎麼做咧 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可以產生一個M1 這兩個方法基本上 欸 怎麼搞的啊 好 M1 M1等於 1到9 好注意一下我現在算9乘9 然後填9個數字 我們來看它會填成什麼樣子好不好 好 喔它就是1到9 然後1到9重複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有了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矩陣之後 是不是其實 我們可以轉字 轉字它會有什麼效果咧 欸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 欸 奇怪喔 這個滑鼠怪怪的喔 好 大家看一下這個矩陣跟這個矩陣 如果按元素相乘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已經預示的出來了吧 M1 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調整一下 好 我們剛剛寫到哪裡 這樣可以做出第一個 就是不靠1號雙回圈做出來了嘛 就是不靠1號雙回圈做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還有第二個比較 神奇的 但是就是數學要比較好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 看到就是矩陣 我們現在A等於1到9 這是一個向量對不對 A是一個向量對不對 那我 A可不可以把A看成一個矩陣 也可以嘛 就1乘9對不對 那TA呢 TA是1乘9對不對 那A本身是不是9乘1 那如果我把 9乘1 1乘9的矩陣會出現9乘9的矩陣對不對 所以A %乘% TA 用矩陣的乘法 一樣可以 瞬間就製造出 9的乘法表 好不好 不用右啊 你們有同學做得出來啊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不需要依靠 就是雙層回圈 你一樣可以做出來 不過這個都是特例啦 這些都是特例 OK 好那我們繼續好不好 這個 這一題就是回去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 你如果沒有做出來 回去看影片再多想一想 這一題應該沒有那麼難 這一題應該是都要做出來的 好 我們繼續 接著 下一步是 呃 就是這個R語言 我們剛剛 只是在介紹 要舉證 資料表 資料格式 對不對 我們還沒有 講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是我們要讀檔寫檔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讀檔 讀檔啊 首先你要先下載一個檔案 在這裡 你點這裡 你可以下載一個檔案 好 下載完之後 你如果點開它 它應該是一個Excel檔 但是它副檔名是點CSV 這個很重要 你們先不用管說點CSV跟點XLS 它沒有什麼差別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R裡面 如果你要讀檔 讀好的話 你必須要檔案 另存新檔 在這裡你可以把 你可以選擇 你要儲存成什麼格式 儲存成CSV格式 就可以在R裡面把它讀進來 好 OK 讀檔 首先 首先 我們先教 在RStudio裡面 你可以在這裡 你可以按下 加一個New Project 注意喔 在這之前我應該還沒有教過這個東西喔 這邊有個加一個New Project 你可以這樣按 加一個New Project 然後這邊隨便打一個名字 打完之後 你就會產生一個New Project 接著你在上面 就會有一個 你的Project Name 這樣可以嗎 這個東西以後我們在做不同的工作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會把它叫不同的Project 這樣比較不會混在一起 好 接著 在你的檔案總管 你可以把 你剛剛下載來的檔案 把它放到 你的這個Project Name 像我現在這個Project 叫Introduction to R Language 這是我現在上課用的Project 我現在上課用的Project 這邊有Lesson1到Lesson11 它的檔案結構就是 我的原始資料夾 大家的這個Project 大部分都會開在 我的文件那個資料夾裡面 我的文件下面就會有 你的Project Name的那個資料夾 你可以把檔案 丟到 你的Project Name下面 裡面的資料夾 假如說我把 我丟在Project Name下面 Lesson2 欸?Lesson3 裡面有一個 Data2-1 這個是我剛剛下載下來的檔案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說 我要讀檔讀路徑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我怎麼讀的喔 好 注意喔 你現在如果 已經在Project底下了 你這個路徑就可以打 你就可以打相對路徑 什麼叫相對路徑呢 就是那個Project 之前的全部都不用打 你可以不用打C槽啊 C槽的哪個資料夾 什麼什麼什麼的 你可以直接打Lesson2 因為我放在 這個Project 是我原來的最外層的資料夾喔 然後我把它放在 Lesson2 欸?Lesson3 Lesson3裡面的Data2-1嘛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把檔案讀進來 這樣可以嗎 我這樣按RUN 檔案就讀進來囉 好 現在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只有我的電腦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我的電腦是Linux Server Linux Server還有Mac Mac 你們有人用Mac的嗎 用Mac的同樣也會出現這個問題喔 因為Excel檔案 它的編碼方式 如果是中文編碼方式 Windows中文編碼方式 是一個叫Big5的編碼方式 在Mac還有Linux Server 用的都是UTF8 所以你在讀檔的時候 你要多一個參數 叫File Encoding 等於CP950 CP950就是告訴電腦說 我現在這個檔案 是Big5的編碼方式 注意喔 如果你是在 假設說你在中國大陸 用電腦 你寫中文 它又是用別的編碼方式喔 不是用Big5喔 Windows討厭就討厭在這裡 在每個國家 用的編碼方式都不一樣 在電腦裡面 你看到的中文字 只是一堆0跟1的組合 所以它要定義好 0跟1的組合 跟中文字 怎麼一對一對應 Windows的電腦 在每個國家 用的編碼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非常的麻煩 但是Windows是我們普遍用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就是我們要適應這件事情 用Mac的跟用Linux的 編碼方式都是UTFR 在世界上任何的國家都是用UTFR UTFR是那個 萬國嘛 就是 大家 因為Windows推出之後 大家發現這是一個大問題啦 所以大家就 坐下來討論 大家一起訂過一個 中文就是放在哪裡 這個英文就是放在哪裡 這個拉丁文放在哪裡 類似這樣子 好 用這種方式 你把它讀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用Head 我們就可以看Data 這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讀進來的資料表 你可以用Head這個函數 看一下 前六個RAW 好 我們這邊 先暫停一下 讓大家把檔案先讀進來 好不好 先練習一下 好 我們繼續好不好 讀到檔案以後 我們今天上課的時間快沒有了 今天一定要上完 好 那 剛剛不是說 就是剛剛是不是 File Encoding這一格 沒有大家都記不起來什麼 對不對 那個用Mac都記不起來 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其實可以用過 HELP這個函數 去看看它裡面有多少參數 剛剛的File Encoding就在這裡 好不好 當然它是很多參數啦 我們這邊看不完啦 好不好 我只是告訴你們說 我剛剛不是告訴你們說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要怎麼去看 那個函數裡面的參數嗎 右邊就是說明文件 當你打下HELP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明文件 你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問號 Reader.csv 你這樣一樣可以看到說明文件 這樣可以嗎 那 這個說明文件喔 平時平常我幾乎也都沒有在看啦 我只有需要的時候才要去看它 這樣子 你說我有沒有把它背起來 完全沒有 好不好 我根本就不知道裡面在寫什麼 好 讀進來的資料 格式就是 DataFrame 這樣可以嗎 讀進來就是DataFrame 好我們繼續 好 這個head這個函數是可以幫助我們看前六個RAW 好不好 head Data 我們可以看到前六個RAW 我們可不可以下個函數 925 那我們就只看得到前五個RAW 這樣可以嗎 head這個函數就是這樣用的 好 接著還有個函數的Summary Data 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個 variable 我們叫它variable 每一個variable 它的 大致的描述是什麼 探總共就是 這個就是時間嘛 對不對 每一個時間點出現幾次 哪一個時間點出現幾次 Device ID 這不重要啦 有些 因為這一個 這筆Data 是 2016年4月25 這個 台北市空氣污染測戰的資料 就是去看看它 這個就是 精度尾度嘛 精度尾度 在哪一個小學 然後 這個就是 它的PM2.5濃度多少 這樣子 PM2.5好像這個值 好 OK 那我們繼續 好 接著 我們要做練習題囉 這練習題是在這樣做的 剛剛你把檔案讀進來了 沒有錯 現在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發現 這個 這個 新榮國小 似乎 有重複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我是直接從這個 政府的公開資料下來下來了 這個檔案顯然有點問題 有一些小學 不知道為什麼會重複 事實上 在這筆資料裡面 總共有兩筆重複的資料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找出來 怎麼找咧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 我們現在 Data Data5 School 這個是不是找出 第五個 這一筆Data 第五個 School 是哪一間學校 第五筆資料 是哪一筆School 那我這邊如果寫 1到4 是不是就是 第一所到第四所的小學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所以說 如果我今天在這邊 介紹的函數 叫% in % 這是一個新學道的函數 這個新學道的函數 我們如果應用的話 是什麼意思咧 就是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如果按RUN FORCE 這代表什麼意思 新農國小 沒有出現在這些國小裡面 這樣可以嗎 右邊 那如果我把5桿6 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 好 第一間到第五間小學 是不是就有新農國小了 大家注意這裡是不是有新農國小 然後 第六間小學是不是也是新農國小 所以說 我們現在如果按 6% 這樣子 它就會告訴我true 所以這個就是有重複了對不對 可以接受齁 好 所以說你的任務就是 你現在需要用回圈 把 第一個 第一間就不用檢查了嘛 從第二間開始檢查 檢查到最後一間 看看它是否前面有出現過了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注意一件事情喔 請你 新創造一個欄位 用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是true 就代表有重複 這個欄位是false 就代表沒有重複 好不好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 在開始之前齁 我給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好了 要怎麼創造一個新的欄位 要怎麼創造一個新的欄位 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創造對不對 來看著 現在data 是不是 9個欄位 要怎麼創造一個新的欄位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這樣子嘛 我錢知道可以 可是我不喜歡用它 我們可以用duper 等於 我們可以先通過等於false 可以這樣嗎 預設都沒有重複 按run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data 是不是出現了duper 這個新的 那接著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 索引函數 是不是可以利用索引函數 一個一個填 這樣懂意思嗎 就來說索引函數 第一個值 第一個值不用做啦 第二個值 它是不是等於false 這個false要怎麼產生呢 是不是要利用類似下面的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我把它貼上來喔 好不好 2 1到1 對不對 那第三個 第三個值要怎麼 第三個值要怎麼填 第三個值要怎麼填 這裡改3對不對 可以嗎 這裡呢 這裡要不要改 這裡改2對不對 好 來 我給大家時間拍個照 用 用 就是拍個照 按 根據這個提示 把它做完好不好 好我們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 我剛剛看到 很多人到這一步 就是不知道我要幹什麼 好 到這裡我要寫回圈 最開始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我要把共同的部分提出來 i等於1 i等於2 好不好 i等於2 那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換2 這樣可以嗎 這裡是不是也可以換i 那這裡呢 這裡我是不是這個會動 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可以換成什麼 i減1 對不對 那有了這樣子之後 我下面這一行 是不是就是i等於3 然後一直做到 我多做幾行好了 我做到i等於6 因為i等於6的時候會出4嘛 3 4 5 6 7 好這樣按RUN 我現在在看DATA 欸是不是這裡就是 他告訴我他重複了 對不對 好 我們根據 現在我給的提示 繼續做回圈好不好 好來 要把它包成回圈 這件事情 欸就是 我們已經寫這樣子 基本上就離不遠了嘛 4 然後i 贏2 到28 剛剛大家都說 總共28個RAW嘛 對不對 來 然後 然後我們把這一行把它放進來 好然後我下面都刪掉 這樣就做完了喔 我們再看一次DATA 看到了嗎 民生國小重複 看到了嗎 在這裡 新榮國小重複 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做完了喔 好 有一個問題 做到這一步為止大家都會 只有一個問題 這28怎麼來的 你們用數數數出來了嗎 如果遇到DATA的這個 數目不一致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們喜歡把28這裡改成NRAW DATA 我剛剛不是說 NRAW這個函數 我可以 我們要知道一個矩正的形態嘛 對不對 NRAW這個 這個可以知道我總共幾個RAW 好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標準答案了 好不好可以嗎 可以接受 然後我們繼續 好那其實剛剛那個做法還蠻白痴的 因為其實有對應的函數來做這件事啦 好不好 那個對應的函數叫做DUPLECATE 可是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啦 我為什麼不直接交對應的函數 就是因為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 其實所有的函數 你們都可以用那基本的函數 通過把它拼出來啦 好不好 那個 DUPLECATE DATA SQUAR 你看到了嗎 那第六個True 倒數第二個True 這是不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我完全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在這邊直接 直接這樣子 那我下面就不執行囉 我下面直接delete掉 你們看 再看一次喔 看到了嗎 答案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就直接檢查 它是否有DUPLECATE就好啦 DUPLECATE這個函數 直接就會把 重複的地方把它標出來 我們剛剛寫的那個迴圈 其實只是把DUPLECATE這函數 複線了一次 這樣子 好 呃 我們會發現 就是 DUPLECATE這個函數 也可以直接檢查 不要 就是直接檢查 這個DATA有沒有重複 這樣子 它出來的也 喔 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這個 已經有一個沒有重複的 這樣子 它一樣也可以直接顯示出 第六 跟第... 因為它是整個 整個RODE重複 它不是只有那個小學重複而已 這樣知道嗎 好 DUPLECATE這個函數怎麼用 大家應該知道了嘛 好 現在有個問題 我現在 想要把重複的列刪掉 大家看喔 我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DUPLECATE這個函數 這個COLEN 欸這個COLEN 是不是可以描述 我的檔案是否重複 對嗎 那如果我想要把重複的刪掉 我要怎麼做 我可以用索引函數 對不對 索引函數裡面 是不是可以放True跟False 所以我可以 把 DATA 變成DATA.CLEAN 等於DATA裡面 我DATA裡面的DUPLE DUPLEONE 我現在這裡是DUPLE啦 所以我 我用這個方式好不好 我只留下 DUPLE這個COLEN FALSE的 我才留下 我現在這樣 按下DATA CLEAN之後 你可以看到 現在 是不是 辛龍國小只剩一筆了 民生國小也只剩一筆了 他是不是被我丟掉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接著 我就可以用 WRITE.CSV 把這個檔案 DATA.CLIN 把它寫出去 第一個放 DATA FRAME的名字 接著後面打入境的名稱 當我先按下Enter的時候 注意喔 我的Introduction to RLanguage 這裡 本來 是沒有這個資料的喔 當我按下Enter的時候 下面是不是出現一個 DATA 2-1.CLIN 你就可以在那個資料夾裡面 找到它囉 好不好 這樣知道了嗎 你可以找到它 我是用Linux Server 所以我需要用Export 但你不需要這個過程喔 你只需要 找到剛剛那個 你放檔案的資料夾 直接點開它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檔案了 這邊有一些亂碼 原因是因為 我 Linux Server 我的File Encoding 是UTF8嘛 但是Windows Server 是那個 CP950 對不對 改成CP950 再按次 Enter 好看到了嗎 標準答案 這樣可以吧 好寫到這裡為止 等一下 大家就是要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看一下我們練習3 好不好 我們練習3說 我們剛剛的這個檔案 有一些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 有一個欄位是列名稱 就是我剛剛寫出去的檔案 有RAWNANCE 我不想要這個RAWNANCE 這樣可以嗎 那 這個要怎麼解決 你可能要 查一下寫出的那個參數 我要下一個參數 可以把這個刪掉 這樣子 第二個 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沒那麼重要 我們就跳過好了 我們就跳過好了 這個等一下 雙引號的部分 我等一下再來自己示範 這個不用弄 第三個是 我剛剛寫出檔案的時候 這個dupe這個變數 我不想要 我想要把它刪掉 所以請你把 這個 跟這兩個 這兩個column 把它刪掉 好不好 請你試著找到方法 把它們刪掉 好 那這個雙引號的問題 主要是這個啦 就是我現在用記事本 我開 我用 我用記事本打開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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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裡是有雙引號的 我現在不想要它有雙引號 我現在不想要它有雙引號 好不好 這沒那麼重要 cord等於false 你就可以把雙引號去掉 所以請你們做出練習3的練習題 好不好 那 1 2 3 3個滿足一下 好 開始 好 我們來示範一下 剛剛大家已經知道 要怎麼打開那個檔案了 要怎麼寫出檔案 跟打開那個檔案 大家都已經會了 我們現在的重點是 我們剛剛寫出的檔案 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來現在看一下 要怎麼改這床函數 首先 這個 這個寫出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加 rawnance 等於false 這樣子 第一個raw就會不見了 我們再按一次run 然後看一下結果 呃...這個 我要用Excel開 好 算了 我懶得弄了 這個就是這樣子 然後 剛剛有一個問題是 這個 dupe這個 欄位 我有沒有辦法捨去 答案是 我沒有辦法用下參數的方式 把它捨去 我可以 再產生一個 data.simple 等於data.clean 然後 第一個到 第九個column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 dupe那個 欄位了 然後我用這個方式 再把它輸出 我輸出data.simple 就好啦 那 1到9 這個看起來有一點 就是 有點不科學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 ncolumn data 減1 因為最後一個一定是 這個dupe嘛 對不對 類似這種方式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我們的目標 好不好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用到 參數 就是函數裡面的參數來解決 這樣知道嗎 好 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啦 好不好 那個 學到的東西 第一個 熟悉了 二維的資料結構 矩陣 跟資料表 第二個 雙層回圈練習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接著 資料 讀入即寫出 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就是要熟悉啦 要花一點時間熟悉 因為 像我覺得你們對電 像你們今天大部分人 還對電腦還算蠻理解的 就是知道路徑什麼的 呃 很多人其實 有一些人啦 他可能真的電腦從來就沒碰過 真的不知道那個路徑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好這個要熟悉 好今天科樂上到這裡啦 重要的是就是 要熟悉回圈的格式 好不好 什麼東西我們都想要用回圈做 我們下一節的課 開始會用 會開始多用一些回圈做事 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科樂上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好我們就下課囉 好就這樣 好 好